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 也是跟京剧有关的 那么很多人可能对京剧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这个京剧叫百花亭 也叫贵妃醉酒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百花亭或者贵妃醉酒 说的是什么 这个背景知道吗 我来介绍一下 说的是唐玄宗啊 和杨贵妃说是约好第二天在百花亭 一起喝酒赏花 于是第二天呢 杨贵妃啊就赶到了百花亭 就准备好了御膳 准备唐玄宗来跟他一起喝酒赏花 结果第二天啊 他等来等去 等来等去 唐玄宗就一直没有出现 最后才听说 唐玄宗到另外一个妃子 江飞宫那里去了 于是呢 杨贵妃就受不了了 她就开始喝酒 醉了 贵妃醉酒 说的就是这一段情节 那么今天要给我们演出的这个是台湾的青衣名票 也是 梅宝酒的青瓶酒的青瓶子叫徐玄兰 他为了能够让今天的演出更加的精彩 特地从北京请来了金湖大师 书建先生 书建有请 当然我们还有我们当地很多其他的一些艺术家 现在我们请欣赏贵妃醉酒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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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